每次出完旅程 下機後無論多少點 我最享受的 就是趕去等一個人小炒 享受豆腐火南飯 還有 這裡亂中有序的環境 還有 很了解我的老闆娘 來 要不要嘗嘗我們新出的 懶育物以米線 別玩了,老闆娘 你明知道我喜歡吃甚麼 照舊吧 俊男,我們沒有賣碟頭飯 轉了做米線 米線更好吃 看,有這麼多菜可以選 一定有東西適合 兩菜米線賣九十元那麼貴? 那我要一個豆腐火南米線 那就是冷肉豆泡米線 包你一事傾心 小子,下單 這樣也行? 不是呀,老闆娘 話說話 你們怎麼突然轉賣米線呢? 你想想,以前我是這裡幾檔 都是賣小菜、碟頭飯 那大家爭大家生意 多麼無謂 新開的那一檔 臨婚食早餐 上個星期找我 和旁邊的那一檔炒了幾尾 大家談判了 各自賣不同的食物 現在我們又不用擲 你又可以試新菜 豈不是更好嗎 老闆娘 喂 老闆娘 是 是,俊男 我是旁邊新開的臨婚食早餐 專門做港式的 All day breakfast 有粥、有麵、有點心 整個東古亭只有我這一檔 如果你要吃碟頭飯和小炒 就找我炒幾尾 我們的招牌就是 萬煮豆腐、千層火腩飯 簡直是男人的終極浪漫 就貴了那麼多 不貴的了 萬煮、浪漫 老闆娘 我和你這麼熟 我才提醒你 你們這樣合起來 一人做一飯 互不競爭 即是瓜分市場 很有可能已經觸犯了競爭條例 哪有這麼嚴重 就是了 我們只是生意仔 說到犯法這麼嚴重 那你就錯了 生意規模無論多大多小 只要相互合起來分餅仔 本質上就是損害競爭 令消費者選擇減少 甚至比貴一點 是一個嚴重的反競爭行為 就算消費者有其他選擇 你們這樣做都是犯法的 如果我想轉一下形象 專門做高檔小丑呢 只要不涉及競爭對手之間的 協議、討論和共識 那就真的沒有合起來了 那商戶 當然就可以自行決定 賣甚麼貨品 和自己的目標顧客了 是我自己要做all day breakfast的 不想你們問問我老婆 喂 是你叫我合起來賣不同的東西 不用爭的嘛 想賣多貴得多貴 整個東奧城都知道的 我們現在就犯了罰了 這次被你累死了 哇 你們現在全靠我了嗎 又是你們說想賺多一點 我才幫忙想辦法 那怎麼辦 我有沒有機會回頭 競爭條例是有寬代政策的 第一個舉報 然後符合所有寬代條件的合謀成員 是可以豁免罰款 申請人和舉報人的資料 亦會保密的 這麼小碗的 我生氣還沒吃晚餐 很餓 哥仔 大家有五朋友 讓我先吃吧 嘿 拿走去吧 你想我去滅精物 你有份做的 我是浪子回頭 怎麼才能獲得寬代 喂 你不是打算打去舉報我吧 打什麼 打什麼 現在是我打 我來 讓我來 等什麼你來 我來 懷疑有人瓜分市場 可以向競爭事務委員會舉報 快點